在娱乐圈有这样一类男演员 他们不是以貌取胜 却有着过人的演技 他们在某一方面的特点 都跟小字有关 你们二位结婚 现在到今年应该是大概30年了吧 30年好像是被称为这个珍珠婚 对 我们算是金珠婚 今天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庆祝方式 在海边照了一些照片 有儿子给照了 我跟儿子奔跑了 我跟我家先生奔跑了 挺好玩的 我们只是有感而撒 就说我们结婚30年了 真的很幸福 很不容易 然后就发了张图片 我也不知道 第二天很多人打电话 说什么什么什么网站 头一条是你们家 你跟金珠怎么结婚30年了 国外的也有 我当时懵了 很感动 所谓夫唱夫随 就是如此吧 30年的相伴相守 真的很不容易呢 再再再 狠狠祝福下 小身板的龚汉林 有着东北男人的大男子主意 就连跟金珠谈恋爱时 都处于被动一方 两人的相识 源于在同一个话剧团学习 金珠第一眼就相中了 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 当初是谁追谁来着 那当然是 我追求的 他主要是伯乐 把我相中了 会有伯的不错 眉清目秀 而且这个事业挺上去的 由于龚汉林 酷爱写字 金珠为了能够给两人 创造更多的相处机会 拜龚汉林为师 学起了写字 久而久之 终于把龚汉林拿下 婚后的金珠 才更加体会到 自己的好眼光 龚汉林在工作中 是认真强势的大男人 回到家就变身 温柔细腻的家庭富男 本人名叫龚汉林 如今下岗回家门 洗衣做饭我又擦地 家庭富男超碎了戏 我们俩的外形 给人家这个直接感觉 感觉就是 我这个五大三粗的那个 他比较这个瘦小 所以说演出来笑我比较 我生活当中不是 可不是那样的哦 我在家里边 我就负责管理这个客房 卧房厨房和茅房 我在家里面就负责管理 用人儿子和你 收拾屋子 这个烧菜都比我要高一级 那在家都是您做 家常菜一般都是我做 比较上档次的我做 你拿手的什么 比如说啊就炒个白色片都炒的特好吃 你比如说冬瓜 你一定可以给它做成就是红烧肉的味 冬瓜做成红烧肉的味 对完全可以做成这样的口感 跟普通夫妻正相反 老公骨汉林负责做一煮饭 而老婆金珠则负责浪漫 我50岁过生了 金珠呢就是 给我订了50朵玫瑰 那是我一点 哇 好胖 我送你50朵玫瑰 你跟快乐 也都让我们的爱情像玫瑰一样 谢谢 谢谢 我坚信就这一点 就是你不忘记对方 对方真的不会忘记你 你不关注对方 对方肯定也就不关注你 你说夫妻之间过日子过什么 过的就是这种情感 互相理解和知识 说起小眼男星啊 这位绝对是其中的代表 孙洪蕾 那么他除了出色的演技呢 在中学时代 孙洪蕾还有着 东北舞王的称号 前不久 孙洪蕾还遭遇了 另外一位武林高手 来了一番斗舞 就是我们俩都小的时候 我学他 就是学他 我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在你上学时期 我估计他也是一个偶像吗 当时 当然 当然